明星的孩子受到关注点更多一些,也正是因为这样,很多人保护自己的孩子什么都不让他们接触,不让他们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,这种做法在外界看来还是非常能理解的,也是现在社会上大家普遍认可的。 毕竟小孩子接受能力有限,如果说因为父母的原因,童年的时候受到了一些不好的影响,那对他们的一生是非常不利的。 这次要说的是刘德华的女儿,她也是非常看重私生活隐私的,但是不巧的是,有一次她带着自己的女儿出去玩的时候,被人给拍到了。 不过刘德华本人也没有特别反对,毕竟是巨星啊,那气度肯定是不一样的。 能看得出来,刘德华对这种事情,并不是非常的避讳,她一直认为,对孩子的庇护不能太高,要让他们快速成长,独立起来。 所以说大家经常可以在一些平台上,看到刘天王带着老婆去接孩子的的新闻,一家三口看起来和睦融融的,非常的惬意,令人羡慕。 听说最近的一次是她去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,而且去学校的时候穿的比较休闲,脸上的表情也非常的高兴,就是那种平常风格。 不过当时记者只是拍到了她去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的照片,有人就好奇,她是不是每天接孩子放学回家呢?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,刘德华也接受了大家的采访,当时就有记者提到了这个事情。 记者问她,有没有见过女儿这个问题? 经验老道的刘天王回答,我就知道你们会这样问,似乎已经知道记者会这么问一样,虽然她并没有正面的答复记者。 但是她说的话却让台下的人都感觉非常的有智慧,十分机智,赢得台下观众一片掌声,可能这就是他们这些议员的为人处事知道吧,不会把事情说得明明白白,但是也会给大家留出一些悬念来。 要知道,天王的行程是非常忙的,不可能每次都会接孩子放学,大部分时间都是让保姆给代劳了,其实也有人问过她,经常被人拍到一家三口出去,会不会有点烦? 刘德华本人表示过,以后尽量不会让记者再拍到,因为孩子也渐渐懂事了,眼看孩子就要上小学了,一定不能被影响到学习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